正所謂世上無難事 只怕有心忍 雖然對吳磚哥哥的印象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始終留在他 青靚白淨絲絲紋紋的偶像劇男主各年代 但其實他已經逐步轉影了 準備從英俊貴公子變成Man爆動作男 從偶像劇過檔到拍動作戲了 所以在這段時間 為了操編自己積累經驗 我們勤志當頭的磚磚 就一口氣自拍了三部動作大片 從大舞生到開心魔法 再從開心魔法到楊家長 基本上每一步都要舞刀龍槍 水裡來水裡去 火裡來火裡去 相信這樣的鍛鍊法 我們專門有朝一日 就會成為因子丹第二 李小龍在世 而這一日我們見到一身牛仔鹿的吳磚哥哥 出來宣傳國際牛仔品牌Levi's 只見現場吳磚哥也一人身 那股魅力和霸氣就噴噴聲地破賣你 認真是鑽鑽一出 迎絕show場 看來在武打電影界 學了兩道散手 真是靈射不同 底氣十足 話口還沒說完 只見鑽鑽在台上行show時 更是使出壓軸三招 放電汽衫 旋風轉身 大步流星 絕對是招招致命步步逼人的 吳磚哥哥 見到你這麼有powering的樣子 我磚咪咪都想這樣彈一句 你真是大哥仔了 話實話 究竟甚麼機緣巧合之下 令到你轉行拍舞打片呢 沒有啦 其實說偶像劇啊 是之前一開始進入這個圈子的時候 接觸到 可能那時候年齡啊 還有甚至環境啊 都比較適合一點 那這幾年其實 就像我剛才跟你講的 我自己本身比較 不像偶像劇裡面的角色 對 因為我覺得那一種是比較幻想一點 比較夢幻一點 對 那我自己本身是比較實際的一個人 對 那我覺得電影那一種角色 其實我比較有興趣 我比較喜歡 然後 可能 你也可以講說 是從偶像劇到電影 是有一點點轉型 對 那我自己也蠻喜歡這種轉型的 對 因為我現在不會 不太 重心會放在電影比較多了 因為我覺得偶像劇是之前 對 所以 可能也不會說現在還是要維持偶像 然後又要拍電影 又是另外一種形象 那我覺得 現在目前 重心會放在電影那一塊 對 那吳磚哥哥 在大舞生裡面 很多花巧動作的 你學起來 會不會有點困難啊 打得爽 當然打得爽 因為我這一次打的方式 是跟之前的都不一樣 因為在裡面我要耍花槍 然後這個 槍是我第一次學的 對 之前都是學刀 劍這種東西 所以 甚至到我現在拍一部戲 叫楊佳將 裡面也是要耍那個楊佳槍 所以對我來講 非常大的幫助 對